好 今次我让委员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德州的问题 德州这个孤星行动 昨天委员也在现场嘛 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讲他的背景啊 讲他的这个能力啊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这个今天你会发现很特别 你在Google上打关键字德州 你会看到一大篇帮美国澄清的新闻 对不对 告诉你 这些都是中国小粉红带的假新闻 这个新闻是错的 那个画面是错的错错 当然啦 我觉得澄清是一件好事 但是今天突然之间一夜 铺天盖地的这种澄清 我今天作为一位新闻人 我看到我就觉得相当的不寻常 就是欲盖迷藏 谁在下指导期 谁在发新闻稿 那是有个同胞的新闻中心吗 但当然啦 证券跟错误的讯息我们也很在意 谁讲的 有没有讲这个话 我们也要经过一些查证 那说是内战还是不是内战 德州副州长1月28号有时间的 他是有告诉你嘛 内战的问题 因为美国有不大片嘛 就叫美国内战马上就要上演 所以当然大家会把这两个事情对接起来 那我回过头去看大陆的一些这个文章 类似 他们在标题当中的确有放什么德州内战 但是在内文里面你仔细去看的话 他是完全没有讲 完全没有讲 当然从新闻人你可以理解 有时候标题党啦 下降一个标题大家会 冲动 对 会把你拉进来看嘛 增加点阅率 但是我去看了他们的内文 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你说德州已经内战开始 其实是并没有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我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我今天一大早就去找这个新闻 我就发现相关的德州 这些讯息好像变得越来越少 通篇的都是在澄清 告诉你这是中国发动假新闻战 好 另外呢这个德州副州长说 德州当然不希望跟拜登政府对峙嘛 但是我们德州可是拥有宪法权力 然后美国司法部也解释了他们的原因 因为你的这个围墙 这个铁丝网盖那么高 我们边境巡逻队 紧急的状况也进不去边境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有些需要的 当然这是川普带着德州造反的概念 对不对 因为都是共和党 然后川普的讲话向来很呛 南部激增的这些非法移民 在他看来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会摧毁美国 非常具有煽动性对不对 好 那我们假设一个问题 会不会内战 大家说不会啦 会不会独立 不会啦 德州也没有很想独立嘛 美国还是很强大嘛 那么反过来看 假设内战了 假设独立了会怎样 德州有没有独立的底气呢 我们从经济上来看是有哦 对不对 这个美国人口第二多 面积第二大 过去他曾经就是独立共和国 没有错嘛 他是用国家的名义加入这个美国的联邦 他GDP GDP2.5兆 全球第八大经济体等等 那他独立之后 可能还这个美债 就不用去负担了 对 美国政府的那些 什么人事那些都不用去负担了 然后他有自己的武装部队等等 德州宪法也确实保留了他 这个独立脱离联邦的权利 然后呢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说 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 跟民主党控制的蓝州 可以进行国家离婚 所以现在大家嗨了这个标题 这个超有趣 就干脆分成两个 一个叫USA 一个叫USB USB USA 对喜欢哪一个呢 好所以委员你看起来 当然第一个 我还是再次跟你确认嘛 内战的可能性 独立的可能性 假设独立对德州是一件好事吗 对 都没有可能性 他会假装内战 假装要独立 但是目的是 瞄准白宫那个位置 为什么 他要的是整个美国 共和党要了整个美国 现在不是德州要什么 是共和党要什么 那刚好德州这个州长 是一个始终派的这个共和党的州长 他就跟你联邦来个玩真枪真刀的 配合演 这个已经是主导演出了 你要知道 对于这个德州人 已经是弃了好几年了 川普在的时候 设立很严格的边界管制 非法移民竟然都很困难 现在你拜登一上来 就把那些管制全部撤除了 所以才会有所谓阿亮哥讲的 那什么一年两百万三百万 搞得德州人都快抓狂了 那德州的州长刚开始还是 好言好语说 好我抓到这个 非法移民啊 我丢到你华盛顿 我丢到你纽约 你那个民主党的州总可以了吧 觉得效果不张啊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所以才会想说 那你好 我自己来弄铁丝网 弄了铁丝网以后 你联邦政府又要去拆 那还告到最高法院 说你拆了我不可以干涉 最好我知道把这个国民兵 其实不是民兵 很多很多义务误会民兵 是民间的兵 其实不是 是国民警卫队 是属于州政府的 那刚好德州比较有钱 他的州政府不像 有些穷州那个设备很差 德州跟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国民警卫队 跟军队没什么两样 比如举个例子 最近我们不是台湾派什么军队到美国训练吗 就接受他们的国民警卫队的训练 在国民警卫队的基地里面 一方面表示是民间的 二方面是州政府层级的 三方面人家的空军 F16 人家有空军有海军 对不对都有 佛罗里达州有海军啊 所以这个不是一般般的 然后他在演习训练的时候 都真枪真刀的 那先好派出来跟你联邦派的 边界警卫队 两个隔阶对峙 那你说 Google一下通通删除有什么用啊 你看那YT打进去 那个Texas border crisis 出来都是什么CNN报导 什么FOX FOX报导啊 要不然就是ABC NN一大堆 都是你美国主流媒体的报导啊 都是影视 那你上面有没有 有没有美国的评论家讲 就是内战的开始 有啊 有好几个都讲啊 尤其那很有名 那个黑人的评论家 每天就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CNBC 都没有讲什么 It's a civil war It's a civil war 我都记得他的腔调 对啊 为什么 他是民主党他很紧张啊 那现在明明他自己也很清楚 拜登也很清楚 共和党就吃定你不敢开战 他就弄你 那你如果真的开战 你就中计了 为什么 因为你边境巡卫队打不过 National Guard 他都知道的是 你又不能把美军调来 为什么不能把美军调来 因为美国的宪法 在这个早期的法院就已经判定了 美军只能对外 不能对内 所以美国 川普联席会主席就跟你说 Sorry Mr. President I just can't do it 就没办法 那你拜登就是 只能最后妥协了嘛 那你妥协的是 要怎么妥协的很有体面 现在是拜登的难题 如果妥协的没有体面 就被川普给吃死了啊 现在就是幕后的仗镜人就是川普嘛 他就以假装要跟你拼独立为理由 逼你投降 假装跟你打内战的理由 所以这样就是说 这一幕德州大戏 是整个选举戏码当中的一出 选举戏码 对 很重要的一条主线嘛 但是有一点 假如说别的州派军队来 这个事情就可大了 没有 还是那些要搞 福利导带已经派了两千个人 已经派了 已经都派来了 这个问题又来这里 这个原来是德州跟中央政府的事情 对 对吧 是这个个别案件 25个州真原来是政治作为 但是如果说派了四千民兵 还有四千辆汉马车 什么坦克车来 那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啊 这从来没有 以前那个小岩城为了黑白混笑的时候 出了National Guard 那也没有动用到坦克飞机大炮 阿拉巴马比较穷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 美国派军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上次不能比哦 对 你叫南部的传统啊 它维京亚军校就是南部这个一个军神联盟 杰勒利就是那个 所以南部自主性蛮高的 尤其德州 德州的骄傲的程度 会不会真的什么打内战 会不会真的什么独立 应该是这个不会啦 不会 那是不是像今天你看到台湾所有的媒体报道 不严重啦 没啦 都是这个都是假的啦 都是大陆发动的这个假新闻啦 应该也不是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